感恩節是西方人家庭團聚的重要節慾 對於猶太人蓋斯坦來說 今年的感恩節更是意義非凡 他終於見到了69年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大屠殺中救他一命的恩人 並和他一起歡慶佳節 在紐約甘乃迪基場 蓋斯坦終於見到了救命恩人 今年81歲的切斯瓦夫波齊克 79歲的蓋斯坦僅僅握住恩人的手 感激不盡 我們永遠忘了 你和你的父親 是救了我們的生命 而我們生命的原因 是因為你和你的家 尤其是你的父親 蓋斯坦後來成為臨床心理師 有五名子女 三十四個孫子和九個曾孫 多數也都來向波齊克致意 這是非常滿意的 這是非常滿意的 他們冒險搭救了蓋斯坦一家 目前蓋斯坦住在紐約 波齊克住在波蘭 兩人的會面是由被營利組織 《正義猶太人基金會》促成的 新潮人記者戴士捷綜合報導